最近小花鵝去了脫斑脫蜜 所以面上有很多一点一点的东西 等它结了一朝它就会自动好 首先我现在一些比较敏感肝草的天气 我就会噴这个玫瑰花水来做爽肤水的 然后我就会用这枝Loreal Yanko的眼霜 塗在眼里等一会眼妆就不会有眼纹的出现了 然后我就会用Benefits最新的底妆套装 首先我就会用这枝它的黄牌底箱 我觉得这枝黄牌底箱是很好用的 它塗在上面之后很滑 而且有控油的效果 而且还可以遮住毛孔 然后我就会用它盒里面的这枝粉底 它的质地就是比较保湿 我通常都会在手背那里推开它 然后再拿刷上粉底的 然后我就会用这一盒在盒里面的遮瑕 上面就是比较偏黄的 偏黄我通常就是用来遮瑕眼圈 我会混少少肉色来遮瑕眼圈 而下面肉色就可以遮瑕其他点点了 最后这个底妆最后部分 我就会用这个刷 点一点碎粉 然后就平均地刷上面 看到 又或者喜欢的话 也可以用自己的刷上面 然后我就会用这一枝 ELF的Studio Line的眼睛打底膏 其实平时都可以用的 因为可以遮瑕眼圈 然后我就会用这个 Physician Formula的狗色眼影 将浅色珠光的眼影 就覆盖整个眼窝 然后就会用啡色的眼影 由眼中到眼尾就掃一次 不用很大范围 好像一条线这样拉长它就可以了 然后也都会利用剩下的小小眼影 就拖到这些轮廓的位置 去加深回轮廓的 然后我就会用黑色 又或者一个很深啡色的眼影 就由眼尾的位置开始拖长它 那我就会用一个扁平少少的刷 用黑色的眼影就掃在眼尾 再用剩下的那些都是加深的双眼皮 又或者轮廓的 最后我就会用圆头刷 去混合眼影的颜色 然后我就会画眼线 首先画了一条内眼线先 然后就画外眼线 其实今次这条眼线的重点就是眼尾 眼尾不再掉下来 就要画上去 好像一个梯这样梯上去 不要忘记得眼头 接下来就画眉了 画眉记得画完之后 要拿个刷刷均匀 然后我就会用这枝ELF的眉膏 将眉毛的颜色调浅它 然后就会用一个有白色珠光效果的眼线笔 又或者眼线膏笔 就在这个下眼皮和眼头的位置画 然后就会用黑色的眼影 今次就不用眼线笔 就会画一个小三角形 在下眼尾那里 然后我就会用Benefit的这一盒 是最新的彩妆套装 里面还有一个镜子 然后里面这一支就是highlight 它highlight的掃的设计都很方便 只要哪一度想突出 哪一度想highlight就点下去 然后就会用它的黄牌产品 就是胭脂水了 这一支胭脂水呢 画三下然后立即出 就会有一个很自然的白雷头红的效果的啦 然后呢就会用它盒上面都有的胭脂粉 就轻轻地刷一刷 然后就夹眼睫毛 再塗上我很喜欢的MJ节目打底膏 然后这一支呢就是我最新的节目液啦 这一支呢就是Benefit的Tierreel的节目膏啦 这一支呢我最喜欢它的刷头前面呢 就好像海胆那样 对付一些比较短比较小的眼睫毛仔呢 都很容易搞定 这一盒呢 这一盒呢簡直就是我近期最爱的 就是Benefit的一个 润唇膏啦 其实呢它塗下去有润色的效果 而且还防曬 第二天我们下期就改定 Zither Harp 我也无所谓你说什么都对 但我已經變成了